大家好 我是朱迪 現在正在等客人 有些時間跟大家聊聊 昨天有個香港人來找我 其實很多香港人來到都會說 我很喜歡看這些片 我是你的粉絲 真的很開心 但很多時候 下一句就是 我要走了 所以臨走前來見一見 這樣 所以我聽到這些 都覺得很合理 每個人看到我在這裡生活很開心 其實我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怎樣這樣說 因為很多香港人在做生意 其實都很艱苦 我也很艱苦 但我艱苦得來 我是有個回復回來 生意也過得去 不錯 其實我回想起這樣 我現在這麼安定 不是太擔心的生活 其實我要多謝一個人 是一個台灣人 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們香港人過來移民 是要經五關斬六將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當時疫情 方關的時候 就不能用旅行簽證進來 以前進來就很簡單 疫情就是我們要在香港做身體檢查 梁文靜等 還有所有證書等 都是要經過一個台北辦的部門 去驗證我們的文件 我們才可以過得來 但因為封關 所以這個步驟 令到很多香港人 都在那一步已經卡住了 崩潰 包括我在內 那時候 老闆先過來台灣 然後少爺 就用大學的簽證 進來台灣 剩下我和小姐 以前和你們說過 上網預約是完全預約不到的 那時候我的心情已經很低 剩下我們母女在香港 然後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就踩上台北辦 我不說那位是男士還是女士 因為都想保障他們 那時候我沒有辦法 就踩上去問 有沒有辦法 因為我真的預約不到 現在剩下我們母女 在香港不知怎麼辦 然後呢 情緒激動之下 又哭了 你知道我最容易哭了 那位職員 他都說 沒有辦法了 要不在這裡打電話 進去我們內部問一下 我打電話進去 接電話那個 他就說 不行啊 我們真的幫不到你 那一刻很強硬 那一刻 我真的不知怎麼說 總之我那一刻 好像抑鬱一樣 然後我沒有辦法之下 我又再問一問 其中一位同事 我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有點抑鬱 現在其實說起都想哭 然後他就問我 那你帶了什麼來的 然後我說 我只是帶了護照 因為我什麼都不敢做 因為那個身體檢查 和那個良民證 那些 三個月就沒有效的了 你做了都沒有用 因為你排不到那裏 預約驗證 所以我們一直都不敢做 一定要有一個確實日期 我們是有一個 預約時間去驗證我們的文件 我才可以做那件事 其實因為很多人之前 就是因為排不到那裏 而令到身體檢查過了期 又要重新去再做 還有那個身體檢查 是要千多元港幣 還要找律師去驗證這個身體檢查 又要千多元港幣 其實這一份東西要三千元港幣 好貴的 那你重新去再做 又未必排得回那個位置 真是 沒完沒了 很多人都 哇 那時候崩潰 然後那個職員 就非常幫忙 見我這樣 即是流了眼淚 然後他說 好吧你等等 他就很好人地幫我 就把我和小姐的名字 就把我和小姐的名字 排到裡面的位置 那 放進去之後 其實都不是馬上有的 都要等兩個月 才可以去做驗證 那一刻我真的很多謝 這位台灣同事 即台北辦的同事 因為現在這個部門 已經在香港沒有了 那這件事我才說出來 因為都是一直在我的心裡 如果不是因為這位同事的幫忙 那我就不可以 在2020年的11月來到台灣 也都開不及這間店 那老闆也都不可以 在聯審之前 弟子進去申請定居 就不可以順利地拿到身份證 那因為如果老闆拿不到的話 我們這些隨行家人都不可能得到 所以這個時間 真的千鈞一發 好像欠兩個禮拜左右 這個世界已經不同了 很多人來到就跟我說 對啦 就是欠了一步 欠了少許 世界已經不同了 就是欠了少許 我現在就是欠了少許 在那裡等 我不同的 就是我會在那裡 其他人沒有辦法 他們都要走 我都是有點捨不得他們 而且沒有辦法 都是要祝福他們的前路 希望他們順順利利 很可能香港人離開了香港之後 變得會更加團結 我記得在YouTube上面 看過一個節目 看到一個香港人去了英國 他說很想有一些組織 去幫助一些移民的香港人 他說暫時都沒有 那怎麼辦 那就自己做 我聽到都很感動 因為以往 香港人給別人的印象 就是很冷漠 就是怪賺錢 好像國家自掃門前雪 自己告自己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生活壓力太大 反而去到外地 香港人的護助精神 發揮得很淋漓盡致 我覺得這個學校不錯 要維持 說回我的客人 我發覺來到這裡的香港人 都是很容易適應環境 可能他們去到英國都會更加適應 因為那裡有很多香港人 我的客人來了 不跟你們說 就是這樣 拜拜 剛剛我的客人說 不相信香港的房子 只有十幾坪 要住四至五個人以上 你說什麼 十幾坪我都嫌小 嫌小 一個人住都嫌小 聽不下去怎樣說 怎麼睡覺啊 怎麼睡覺啊 嚇到台灣人了 笑死了 我的國語嚇怕我的客人 我說上一次去環島 在每一個地方留下兩萬 他說兩萬給誰 他笑得我的客人都笑死了 兩個晚上啊 不是兩萬 結合逓 不認真 不認真 等一下 金啷 嫃小 他說不是兩萬 然後,在家裡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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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一個人